簡體版民視訴訟理論之新開展 由北京大學出版 作者就是反中大將黃國昌 那本書是由台灣的 原兆出版公司所出版的 後來北京大學的出版社 他們很喜歡那本書 所以就跟原兆簽了約 出了那一個書的簡體字版 曾經批評大陸法政學術低落 黃國昌卻原然同意 讓自己的書在他口中 邪惡共產黨執政的大陸 經過官方審批出版 黃國昌在書中 簡介目次及內容 皆定義台灣為台灣地區 向台灣地區民視訴訟法 黃國昌不管同不同意 會被陸方更改內容 版稅卻一毛也沒手拿 版稅就是解版權費給我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這到底有 我不曉得這到底 跟那個有什麼樣的關係 這本書在2008年1月大陸出版 在大陸的版稅如何拆帳 是否拿具有大陸官方出版社版稅 黃國昌閃避 台灣原教出版社 截稿前未回應 但熟知大陸出版的業者透露 早期台灣作者在大陸出書 不採取買一本就抽幾成的 抽版稅商業模式 而是買斷 黃國昌就是賺人民幣 根據周刊王還報導黃國昌曾應邀中國政法大學邀訪登陸 並為了陸委會研究計畫參觀當地法院 請北京大學教授幫忙才得以進入 這篇報告屬機密報告 一般人還無法掉躍 我反對中國共產黨這個邪惡的政權 並不代表每一個具有中國共產黨黨幾個人 全部都是壞的 反中遇到自己就有彈性 但在國內扛著反中大吉時 這些跟對岸的聯繫卻從未揭露 如今一一曝光黃國昌政治論述 演以綠人寬以待己 表現得淋漓盡致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